整理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这个米苏书邀请了我们的赖老师 赖智彭老师 赖光老师赖光老师赖光老师 赖光老师是台湾的生态旅游专家 他也是原来是 成立这个台湾的生态旅游社会林秘书长 这个台湾的全国广播公司副总裁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也好 在具体的实践 生态旅游这个实践 我们代表是有很高的超越 并且现在也还是台湾生态旅游协会的监视 也是黑熊保育协会常务理事 还是以FUN生态实力影片公司的总经理 台湾人和环境内力发展基金会的统治 这个台湾县人县县政府的这个政府部门 这次的话来了几天以后 他在范米山一看 对了到在沙团县里一直玩一下 因为我们也是邀请了这个 赖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生态旅游 方面台湾生态旅游 可能大家都知道 在生态旅游的话 在沙团县县里就是做得非常好 在大陆我们很多的一些专家都到沙团县区 去学习 去学习 就是说我想今天我们嘛 一个是环领局的 环领局的这个我们在家的干预 另外我们今天所在的一个县 就是江举县的 江举县的相关的部门的部门 那么以一道的话来替你来的事 我们所讲座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来是我们所讲座 杨书记 还有杨局长 各位领导 各位同志 各位乡亲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荣幸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到我们保护区 去冠金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 我关于生态旅游这方面的 台湾推展的一些经验 然后另外呢 就是因为世界上做生态旅游 还不错的地方 包括澳大利亚 包括纽西兰 包括南非 包括肯亚 很多地方 我都有最好查过 这样子 那因为今天的关系 时间的关系 所以 我没有办法说 把很多很多的 人家编程旅游的机器 跟大家做一个 很综合性的报告 所以我就责重点 来跟大家交流 一些地方 尤其是台湾这边 做生态旅游的一些想法 一些观念 一些实际上的做法 那另外呢 后边 我也会跟大家报告 我这几天 到了范青山上面 看了之后的情形 但是看了 因为这几天 因为接下来有五一 王金洲的这个 大的旅游人潮会进来 那我们这几天去看 这个是平常 不是这样的那种情形 那我肯定 相信 说五一来的情形 绝对比我这几天看到的 那个状况一定会 如果讲不好的状况的话 肯定是更严重一些 可能还更严重的好几倍 但是 我觉得说 纵使我们看到平常的那种情形的话 我有一些小的一些想法 建议 也提供给大家做个产行 那如果 我在跟各位报告的这个中间里面 随时 各位如果有想到任何问题 那就麻烦你随时都可以举手表达 然后马上可以当场来讨论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我可能看简体字还看得懂 但是 我也把我们电脑里面也没有这些题字的版本 所以我都只好用正题字 包括 地质景观的资源 没有干扰到它 没有炒到它 没有破坏它 没有捕捉它 这样子的话 这个利益重生的情形 好 然后我们的做法是友善环境 这个是从那里面 到之前发展的是大重牛 还是一生大流 我们下一天 五百分一千人 两千人上去 到了清理的游戏后 下来 我们的游客感受 加上他们可能很多旅游或具体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本来有些问题可以互动 之前可能大家及到通知来了以后 你们匆匆忙忙的过来 之前可能有些思考也没有 所以说是很生动 人来挺好 再一次我们用掌声来感谢我们赖的事 我会说那些事情还可以过来 今天我会说我犯伤一下 这个是很难的这些事情 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